現在航業已經開放了 不過北斗航業議員不可以 營業 他們是讓政府給他們倒三天 包括到台北投影和台南 將近三百的項目 今天是主持在台南市政府頭前前 他們說這天下四個月 讓你們生活都變作是問題 蘇白的來自台北 投影和台南的八大行業業者 取得標語在台南 情務頭前前 不然以前雖然已經煩惱 國行業慢慢在開放 不過休憩後就重鎖 還是沒有親父的規劃 表示生活已經成了問題 我們的小姐要出門 你要叫我們 業者要怎麼換下去 我們每個月了解 她在台中也有抑制出面 給她政府倒三天 因為已經一直沒辦法來營業 也有記者的公務警官是沒了收入 小姐到處打零工的 還是說我們做家庭代工的 我們也是為了要拼一個生活品質給小孩 可以至少不要讓小孩餓到 李小姐是一個單親媽媽 自己請用兩個孩子 天下四個月一段時間 就有四個檢查來打零工 所以還是沒辦法營火 還才表示五月十九號三個境界了後 天下已經到現在 一點點補充也沒有 感嘆先要變完錢 紓困紓困紓困不到 一萬塊的領到了又幾個 我們連最基本的 那個貸款的十萬塊錢 那個是那個紓困 我們都沒有那個資格 十個有七個是單親媽媽 會當少爺或什麼 就是沒有遺跡市場 會怕車就是沒有遺跡市場 這些人沒有遺跡市場 把他又不讓他開 真的很可憐 創意中標示 只有大眾市 就有十萬元的創業人員 不過中央完全沒有 進一步開放的價位 驚者跟機場 服務人員就要倒下去 大眾市府標示 雖然中央是有條件 來開放不分的中所 不過目前還沒辦法 專門來開放 也只能當台中央 有相關的規定 後再來演議 繼續台中台南綜合報道